南海交锋终于轮到中国的回合 菲律宾背下逐客令 自小马克思政府上台以来 菲律宾在南海频频借助美国这些盟友的势力对中国进行挑衅 中国一直保持克制和冷静 以专业手段回应这些挑衅 许多朋友感到憋屈 明明中非实力悬殊 即便由美国等域外势力干涉 只要中方真动起来了 菲律宾身边那些乌合之众 他只会作弊上官 根本不会为了菲律宾与中国交手的 为什么中国始终不开第一枪 任由菲律宾苟让人士在南海忽假虎威呢 了解中方形势作风的都知道 咱们中国一向先礼后兵 讲究个师出有名 虽然南海争端是菲律宾罔顾事实 无理挑起的摩擦 中国在南海隐忍多年 看似对菲律宾无限包容和忍让 但实际上我们是在顾及东盟的情绪 美西方一直想利用南海 渲染中国威胁 那一旦中方对菲律宾使用武力了 恐怕郑重敌人下怀 到时候中国在国际社会上 可能会落得个以大欺小 势强凌弱的标签 实在是令人作呕啊 这些年来 中方一边以强力执法行动 扼杀菲律宾一次又一次的阴谋挑衅 另一方面则在积极布局 从外交方面看 近两个月 中国外交部官员频繁访问 印尼马来西亚 越南泰国文莱等东盟国家 目的就是要跟东盟先通气了解到 东盟成员国至今都不公开支持 菲律宾在南海的行动 也就变相说明了 咱们的时机成熟 南海交锋 迎来中国的回合 近期报道 我们不能发现 中方在一周内两次发布 关于南海生态环境的调查报告 而且矛头是直指菲律宾 我们不是指出非方非法座谈军舰 对人爱交珊瑚礁生态系统造成破坏之后 中国官方就发布调查报告 完美反击菲律宾此前指责 中国破坏珊瑚礁的言论 事实证明 由中国实际控制的黄岩岛海域 生态环境质量优 珊瑚礁生态系统健康 在铁针面前 菲律宾的谎言是不攻自破 此外 在生态报告发布之后 中国外交部立刻趁热打铁 表示要求菲律宾撤走非法座谈军建议 避免持续破坏仁爱交的生态环境 这一要求 无论是从法理 外交 舆论等各方面看 我们准备的都是非常充分的 中国这一声令下 菲律宾被正式下达逐克令 中国全面占领 菲律宾这一下不动也不行 而且美国和东盟 它也无话可说 没什么毛病可挑 基于此我们看到 中方这次表态 十分不同寻常 一方面 我们两度发布生态报告 以积极主动的方式对菲律宾发起攻势 意味着 我们正在逐渐适应国际舆论斗争的节奏 不会再给某些国家留情面 另一方面 中国这种主动出击 也反映了一个大趋势 就是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告诉菲律宾 我们不再忍耐 要把他们所做的那些肮脏的事情公布于众 让全世界都看得清楚究竟谁才是破坏海洋环境 破坏地区和平的麻烦制造者 就像那句俗话说的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包容和忍耐都是为了在关键时刻直接掌握主动权 一旦动手便是雷霆万军无法阻挡 这一次中国用事实和证据说话 给菲律宾和国际社会上了一堂生动的课程